我今天聚焦在石安 相關的部會就請自動的上背群台 謝謝 好 吳委員恭喜 連任 謝謝大人哥 謝謝院長 新屆棋也是新會棋 立法委員是一票一票人民選出來的 思耀非常珍惜北投天母的選民 給我再次連任的機會 但是我們也希望新的立法院 議場就是議場 議場不是秀場 吳斯堯會持續督促我自己 要求我自己實事求是 專業問政 同樣的 雖然您是看守內閣 但是還是要為所當為 該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 我們在這裡一起勤勉 我也勤勉我們內閣所有的團隊 行政立法聯手 我們強強聯手 服國立民 那今天站在這裡 如果不是昨天朝野協商 韓院長非常辛苦 我努力的調和鼎耐 但如果不是民眾黨的黨鞭 那非常帥氣的甩頭走人 如果不是民眾黨刻意在昨天讓協商破局 今天 right now right here 我們已經在進行實安報告了 無論如何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讓國人關心的實安問題 即刻地來直求對決 讓真相說話 我對於在野黨這樣的作為 我還是高度地表達遺憾 朝野的立委是真心關心實安 今天也安排了各黨派的委員來質詢 我也希望 吳思瑤不是唯一一個站在這裡關心實安的立法委員 好下一頁 實安就是心安 民以實為天 所以人民對於實安的議題零容忍 行政部門當然 關乎的stakeholders 政府的公信力 產業的利益 以及消費者的權益 No one is outsider 人人都是局內人 所以說 我想 先讓您回答一個問題 在野黨說 你們很想閃避 你們根本不想來報告實安專報 是這樣嗎 不是 完全不是 但是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我們很樂意來大院做有關實安的報告 真心想要釐清事實的莫過於我們行政單位 確實是這樣 我記得王美花部長一直在說 最想要澄清事實的就是台糖啊 因為他受傷嘴深 好下一頁 在這裡我利用一點點小小的時間跟我們韓院長來報告 從國民黨的臨時會之亂 他們疏忽了有違憲之餘 再到這兩天民眾黨的加開院會之亂 院長真的很難為您辛苦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民主進步黨 組成實安專報 努力到最後一分鐘 昨天韓院長主持的第二次協商破局了 非常可惜 否則今天就是實安專報在這裡 但是呢因為在野黨民眾黨提出來的 他們要求用加掛 加開院會的方式 所以今天早上在院長主持的院會裡頭 他們提案列入討論事項民進黨都支持 然後一程序要禁服二讀 禁服二讀之後就是要交付協商 然後呢就面臨有一個月的協商空窗冷凍期 民主進步黨促成實安專報努力到最後一分鐘 也就是今天上午正式的在院會當中 對韓院長提出一個正式的要求跟提案 請韓院長能夠儘速召開朝野協商 我們希望最快最快就是周五 二月二十三號讓實安專報可以上路 所以在這裡也懇請韓院長 就剩下短短的幾天時間 懇請您儘速的召開協商 我也期待您主持的第三次協商不會再破局 我們希望讓國人關心的實安報告 周五能夠在這裡 大家一起來讓真相水落石出 這也是我對於韓院長的請求 好 下一頁 這一次我先聚焦於西普特羅事件 有幾個關鍵數字 第一個關鍵數字就是七百八十八比一 我收集的是到二月十六號 這個七八八核零檢出是不是數字又往上攀升了 對現在是八百七十七件 八百七十七件 八百來 八百七十七件 所以八百七十七件零檢出 這是中央跟地方政府民間跟私人公司的這個檢驗單位 共同檢測就是八百七十七件零檢出 所以八七七比一 那到底台中市政府這一核天選之肉 哪裡來啊 院長 好 確實是像委員所講的一樣 實際上在這一次的西普特羅的檢驗當中呢 我們是發現除了台中市所檢驗的這一個弱的樣本以外 沒有一個地方檢出這一個是陽性 那換句話說 從租資的飼養、屠宰、分割、分切到這個市場 這個所有的供應鏈通通沒有檢出西普特羅 那這西普特羅只有在單一的實驗室、單一的樣本檢驗出來 所以呢 這個實在是值得台中市政府 完全的來給所有的人民做一個交代 為什麼在這一個天選之肉在這個地方會檢驗出來 那就我們所瞭解呢 西普特羅我們有請財政部去查 所有西普特羅政府的情況 好 謝謝院長先跟您打斷 那只有 換言之天選之肉就是在台中市政府的這一核 到底他從哪裡來最應該說清楚 也最有能力說清楚的 應當是台中市政府的盧秀燕市長嘛 好 下一頁 第二個關鍵數字 就是剛剛講肉 現在講這個西普特羅這一個化學用藥 它不是動物用藥喔 它是化學用藥 它只提供實驗室 它不能夠在台灣製造、販售 也不能夠去使用 唯獨在實驗室 因為它是標準品 所以西普特羅化學用藥 兩年只進口全台灣只進口 七百八十九毫克 您是科學家 七百八十九毫克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一滴一CC的水就是一克 所以很少很少 大概一滴水 一CC 好 所以說兩年來這個關鍵字很重要 只進口了七百八十九毫克 而且是提供給二十四家檢驗室 包括十二家地方政府的衛生局 十二家是民間的檢測單位 那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從這個關鍵數字知道 並沒有留到市場 完全沒有 沒有留到任何的民間企業 台糖也沒有 就是只有二十四間實驗單位 當然就包括也被驗證 確實有下單購買 西布特羅的台中市政府衛生局 好這是第二個關鍵數字 好下一個 台糖安心屯事件 無論如何讓真相大白 我們幾乎到目前為止可以來推測 也幾乎可以來確信 它就是沒有集體 它就是沒有這個系統性 它不是系統性的事件 而是單一簡體的個案 這已經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的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Step 2 就是我們無論如何 努力再努力 讓它從通案聚焦在 非通案是個案 但是下一步就是讓它 不能成為懸案 我們一定要讓它結案 結案的部分 我知道我們十安辦 也召開了專家會議要進行 院長可不可以在這裡告訴我們 大家都很關心 禮拜五可能順利的話 也有專案報告在這裡 委員都會問 你們有信心 多久可以讓它結案 我們在2月21號的時候 會召開專家委員會 那專家委員會分成兩組 一組呢 就是要去了解這個 株資的飼養 跟株資的屠宰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樣品的採檢 還有樣品的檢驗的這個步驟的部分 那我們這一個專家委員 會在2月21號開會 那實際上 我們食藥署還有農業部呢 已經有做這個前面的所謂的相關的視察 所以我們希望在3月份的時候呢 一定要有很好的結果 我們盡快的要求要結案 所以就是2週左右的時間 對 實際上這是蠻單純的個案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這是單一簡體的個案 而且只有在一個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剛好有希布特厚 就是這樣 所以院長您的說法我們也期待 我們就完全讓專業說話 讓這些專業人士去研判 不要有政治力 不要有任何的操弄 我們非常期待 兩週 3月初 就能夠獲得一個真相大白的結案 而不是繼續成為懸案 我們繼續努力 好 下一頁 那在這個個案當中 我又發現了一個關鍵數字 就是我看見台糖 居然可以很快速的 去全部的溯源 精準溯源 同批生產的安心豬 有2730包 重達819公斤 而快速的下架回收是274包 我要把這個關鍵數字 特別秀出來是 我要肯定台糖啊 如果不是我們能夠有十安五環 做到精準溯源 是沒有辦法連2730到個位數 那幾包肉都算得清清楚楚 所以還好 台糖因為是國營事業 也還好它有足夠的專業 有足夠的能力 也有足夠的財力 不計成本 檢驗再檢驗 但是正因為剛好 是發生在國營事業 如果這樣一個檢測 單一事件 是發生在任何一個民間的企業 哇 沒卡米啦 聽不住 所以我們在這裡都希望 未來這樣的事件 都一定要嚴謹再嚴謹 我們肯定台糖能夠做到精準溯源 看見台糖的用心跟專業 我們也希望可以洗清台糖的一些 不應當被承載的污名喔 謝謝梅花部長 下一頁 為什麼可以做到精準溯源 因為蔡政府上台之後 我們推出了十安五環 跨部會喔 從前端的上游管控 源頭控管 重建生產管理 加強茶器 加重二職黑心廠商的責任 到全民監督食安 跨多少部會啊 農業部 衛福部 經濟部 經濟部 環境部 環境部 教育部 法務部 內政部 財政部也有 所以這是一個前所未有 我們最高規格的要求 食安五環下頁 也因為食安五環的帶動 我作為立法委員 剛好就是這八年 我看見了我們建組織修法案增預算 我們新設了毒物管理機構 現在是環境部的化學物質管理署 有一個新的專業機構 修法案 我們修了兩個法 最重要當然是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我們另外制定了農田水立法 有機農業促進法 還有本席提案也非常關切的食農教育法 現在還有植物診療施法的草案 正在研議中 第三 增預算 我去調閱了數字 我們2016年從馬英九任內 接到政權的時候 每一年的食安預算是 六點八三億 到今年 2024年的預算 我們的食安總投入的國家預算是 十六點三 是馬英九時期的食安預算的二點三倍 這當中還包括我們的前瞻基礎建設裡頭的食安 預算 我們八年來蔡政府投入了九十二點五億 預算成長了二點三倍 正因為我們做了這麼多 今天蔡野黨要求的食安專報 要來檢視八年的成效 我們就好好來檢視 我們八年有沒有做得更好 做得好我們肯定 做不好當然要改進 下一頁 因為有食安五環 因為有我們的努力 這個是我們食安辦整理出來的 重大食安事件當中的系統性食安事件 我也匯總出來 如果我有做錯的部分 您也可以糾正 馬政府時期的大型的系統性食安事件 由毒奶粉事件 塑化劑事件 毒澱粉 還有2013年2014年的黑心油事件 大家記憶猶新 到2015年的農藥DDT事件 七大件 民進黨執政 我們還是要做得更好 有兩件 換言之七比二 我們希望零案件 零容忍 但是這是一個事實 不容來抹滅大家的努力 下一頁再下一頁 我們來看資訊公開透明 從豬肉儀表板 到校園的豬肉儀表板 是無私要催生的 到現在我們擔心 和食的進口 在海水漁獲跟食品 也建置了 和安會的 和食服食儀表板 這都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到最後一頁 我要提醒您 食安就是新安 讓國人安心 除了我們在座的流向調查 專家調查 跟加強檢測 對於地方政府幫他們忙 協助他們建構更好的檢測 謝謝吳委員施瑤的質詢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副委員崑奇 請